前面几节课呢 我们实现了我们应用的首页 首页呢 有上来加载更多 然后有一个栏加载 同时呢 我们上面的学乡卡和我们下边的内容 是一个同步进行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这几节课去实现什么内容呢 我们把上面的一个搜索 我们去点击上面的导航栏 然后会跳到我们的一个搜索页面 我们把搜索页面去实现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我们的搜索页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看左边呢 左边那张图最上面 它是一个搜索框 然后下边呢 是一个搜索历史 我们右边这张图呢 这是在我们的搜索框里面 实际上去输入内容之后 下面给我们显示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先把这些布局呢 这节课去快速的实现一遍 首先要在我们的Pages里面 我们右键 我们新建页面 要新建一个搜索页面 我们叫Home Search 在这里去写上一句描述搜索页面 那么我们怎么去跳到这个页面呢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去点击这个白色的区域 就看起来像是一个搜索框的地方 我们要跳到我们的搜索页面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Neobar 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导航栏 我们先找到导航栏 Neobar 找到之后呢 我们希望去点击 我们在这里点击 去添加一个点击实践 我们叫Open Open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 写一个Method 去注册我们的点击实践 怎么去调整页面呢 我们使用Unity.nalget2 去跳转到某个页面 然后我们会收到一个URL的参数 我们要跳到哪呢 我们要跳到Page Home Search 我们要跳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来去实验一下 去点击我们的搜索框 这样的话就可以跳到我们的搜索页 但是同学们可以看到 上面呢 它还是我们的原生导航栏 我们要像首页一样 要使用它的自定义导航栏 那么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一个 我们就需要把搜索页的导航栏呢 我们去给它去掉 那怎么去呢 我们在PageStyleJson里面 找到我们的Home Search 在Style的节点下面 我们去给它写什么呢 写我们首页这句话 把它复制过来就行 放在这里 保存一下 我们不要后面的逗号 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导航栏已经消失了 然后去怎么做呢 去使用我们的自定义导航栏 我们是叫什么呢 叫Neobar 这样我们的自定义导航栏 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我们注意看 首页的导航栏呢 跟我们搜索页 其实长得还是不大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 中间的搜索部分呢 它是一个比较接近方形的一个圆角 左侧呢 有一个返回箭头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一部分 我们去改造一下 怎么改造呢 回到我们的Neobar页面 首先我们应该要知道 当前Neobar 我是在首页调用的 还是在搜索页调用的 我们通过一个参数 去知道这件事 那么这个参数呢 通过一个props 一次search 我们通过这一个变量 知道当前是在哪个页面 type呢 我们给它一个bool值 default 我们就force就行 因为第一次调用肯定是在首页嘛 我们可以不用传 不用传的话 它就是一个force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home search里面 去给它添加这个属性 等于什么呢 等于处 表明我们是在搜索页面 添加完成之后 回到我们的导航栏内容里面 首先我们要在最上面这个位置呢 去给它添加一个icon icon填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填在这个白色的输入框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Neobar页面前面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icon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类名啊 Neobar 我们content 然后search acons 这是我们的一个返回箭头 箭头我们就使用uniacons 然后type我们给它一个back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size size呢 我们给它一个22的大小 color呢 就是 颈 999的一个色值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这里就会给我们一个返回箭头 返回箭头呢 我们的位置跟颜色 可能都不大对 我们颜色不应该是999 这里呢 我们应该是一个ff 我们去给它写下它的类 在写类之前呢 应该在这里去给它添加一个动态类 当我们的melobar是在search页面调用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添加search的一个类名 我们复制一下search 就是只有当我们在搜索页面调用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添加这个类名 然后回到我们的样式里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内容content的下面 我们去找它的一个同级的元素 点search 去给它写样式 我们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左边会有一个大概15px的一个间距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啊 content的时候 我们就给了它一个15px的间距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需要了 给它putting left 我们给它设置0 同时呢 下面会有一个什么内容呢 有一个icon返回的一个箭头 就是我们的nelbar content search nacons这么一个类名 然后我们去给它先设置一点样式 回到我们这里 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让它的margin left 我们是一个15px 10px 15有点大 然后呢 margin right 我们也给它一个10px 我们让它左右撑开一点 我们这里保存一下 现在看起来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返回 返回做完了之后 要把我们的圆角改小一点 圆角呢 是在哪里定义的 我们是在neral search里面 这里有一个boulder radius是30px 我们直接在这下面 我们去给它改成boulder radius 给它改成5px 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就已经接近一个长方形啊 圆角就没有那么大了 然后是我们的内容 内容呢 这里就不是静态写死的了 我们要给它改成一个input input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当前是不是在搜索印码 通过research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给它加上一个if ifsearch 我们给它取返 如果它不是在搜索页的话 才会去显示下边的内容 如果是呢 我们把它类名复制过来 给它一个v-else 这是在搜索页里面 搜索页显示 那么这里呢 就是非搜索页显示 那么这里我们去写一个input input value呢 我们给它一个test测试的文字 回到我们的工程里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输入一下 当我们点击 你发现它是没有任何显示的 但是你会发现啊 去审查一下元素 我们去点击的时候 这里会闪一下 我们去点一下 点击 你会发现我们的页面 全部收起来了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发现不了内容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写了一个click open 就是每次我们去点击 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的页面就会相当于 重新刷新 它会给我们打开一个 home search的一个页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 是没有办法输入的 我们没有去取消猫炮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点stop 取消猫炮之后 我们需要在open里面 去加一个判断 我们判断什么呢 如果 this.exe search 是在搜索页 我们就给它return掉 我们不让它在这个页面 去跳转 我们不去执行下面的操作 所以呢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到页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输入了 然后把我们的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 在这里 value我们去掉 给它加个placeholder 一个站位符嘛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就正常很多了 但是我想让我们的搜索内容呢 字体变小一点 我们就在这里去给它 加一个类 class 类呢 我们其实就用上面这个test 它就行 我们保持一致 整体来说字体还是有些偏小 偏小我们就把它调整的大一点 我们的searchtext 在这里给它一个14px 我们保存一下 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搜索条的内容 搜索条我们实现之后呢 去看一下我们下面的内容 去怎么实现 下面都有什么内容呢 会有一个搜索历史 我们搜索历史 去看一下我们怎么操作 需要在home search里面 在我们的neverbar下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 没有标签 我们给它一个叫class 叫home list 然后我们这里再去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叫home 先把这个样式呢 去给它实现一下 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这里先是一个home 首先给我们的配置 也去加一些样式 配置呢 我们让它的高度是一个百分之百 然后display flex background color 我们给它一个f5f5f5的颜色值 然后home呢 同样我们也是一个flags布局 然后我们让它垂直排列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flags11的高度 包的 epxred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一个内容的区域 内容的区域都有哪些内容呢 它是有一个搜索历史 搜索历史呢 下面会有好多的这种 我们搜索过的标签 它是一个以小标签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小标签呢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在home list里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元素 叫label吧 label box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will will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title 我们叫heather吧 heather里面呢 有两个内容 左边呢 是一个搜索历史 右边呢 是一个清空 那么我们的搜索历史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叫labeltitle 然后清空呢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标签的实现 标签我们怎么去写呢 我们叫class labelcontent 我们先把这部分样式 我们去实现一下 现在呢 我们都已经集在一起了 我们先把这部分去实现一下 首先先去实现我们的labelbox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一个background的color 我们给它一个白色 同时呢 我们margin button 我们给它个10px 让它下面呢 有一点距离 然后是谁呢 然后是我们的labelheader 然后我们这里要去声明一个sus 继续啊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labelheader labelheader的样式什么呢 首先我要给它一个flex布局 然后我需要它左右对齐 大space 我们的字体大小 是不是我们要给它指定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14px的字体大小 同时呢 希望我们的字体颜色呢 是666 给它一个padding padding呢 上下10左右15 最后我们是希望什么呢 我们保存一下 下面这个位置 有一条灰色的线 我们给它写一下是一个folder bottom 1px 我们给它一个f5f5f5的色值的实现 然后去实现一下我们的label title 我们给它一个color color我们用红色吧 doller mk basecolor 然后是清除 清除我们要给它加一个样式 label-clear 什么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color 颜色用一个 仅30b33a的一种颜色 这么一个绿色的一个颜色 同时呢 我希望它加粗 blood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一个表头的一个效果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表头的一个效果 然后去实现我们标签的样式 标签的样式我们怎么实现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去写一个will 我们去循环一下 v-for 我们item-in10个吧 然后内容的话我们就是item 然后后面我们加一个内容 保存一下之后 给我们的标签去写上样式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类名叫什么呢 我们叫label label content item 然后去实现我们的样式 样式我们怎么写啊 在这里啊 给我们的header是一级的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label content isplay flex 然后呢 我们希望它去换个行 如果超出一行的话 我们去换一下 putting呢 上下是15px 同时我们让它的一个putting top 给它改成0 为什么putting top是0呢 因为我看我们上面有一个 margin bottom是10px 所以我们让它的putting top是0 然后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label content item 我们给它一个putting 2px 然后左右呢 我们是10px margin top 12px margin rate 我们也去给它一个10px 现在呢 我们要去给它加个boulder radius 一个圆角 圆角呢 我们用5px就行 然后再给它一个boulder boulder 我们就给它一个666的色值就行 然后solid 我们给它一个实现的边框 fond size 字体大小 是4px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 紧666的color 这样基本上我们的一个标签 我们就实现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签内容 我们的机构 在这边 那个名书 22px